我全力準備爭取民進黨的提名 昨天通過的那一條文 是代表著民進黨的務實彈性 但是選舉還很早的時間 大家如果回想當年柯市長選的時候 他這時候恐怕還在台大的地下室 就是如果回想當年 那時間還很早 這些真正會決定是在明年春天的時候 不過因為有傳出很多基層打電話去黨中央抗議 是不是說因為最近柯市長有一些談話 好像引發綠營的支持者有些的不滿 我想基層當然很多聲音 大家最期待的還是民主進步黨 要根據自己的核心價值推出自己的候選人 這是基層的聲音 因為現在有議員擔心他真的變柯文哲條款 他表達立場會公開反對 那您自己的話您會持反對的立場嗎 還是說您會戰勝 我剛剛已經講了這個條文沒有什麼好反對 好我再講一遍 這個選隊會在去年就已經提出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全黨的共識 大家認為在北二都 或者是說其他非執政縣市 那會授權中執會或者主席 未來他們做最好的彈性的權衡處理 好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當然就是說如果 如果本黨的同志適合參選 或者黨外有其他的 這個優秀的人才 在各個縣市都一樣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彈性務實的 能夠爭取民進黨繼續執政的一個方法 那在這樣的方法底下 我個人我們當然是全力來努力 來爭取提名 那所以我 其實前一陣子我因為父親過世 我們的步調有稍微慢了 應該有一兩個月的時間 但是我們接下來 當然會推出更多的政策牛肉 大家知道我對台北市的發展的願景 有非常大的想法 我希望廢機場變成大中央公園 這是我過去提的 那未來我還會提出很多更新 更有創意 那希望這些願景能夠取得認同 你什麼時候正式宣佈參選 我剛剛不是宣佈了嗎 所以剛剛算是一個正式宣佈參選 正式宣佈嗎 不是我剛剛已經說 我剛剛已經說 我會全力爭取這個民進黨的提名 所以昨天有跟總統當面表達 民進黨這邊一定要自己派人出來 我再表達一遍 我昨天 我昨天第一個感謝 總統在我父親過世的時候 還有我們黨內同志 對我們家的慰問 第二我有表達我對爭取台北市長提名的意願 第三我認為這個台北市應該要推動都市再生 也就是公辦都更的法治化 接下來的立法院的會期 就要持續來努力 總統怎麼回應 那有感受到說有高層希望你不要選的這種感覺嗎 完全沒有 昨天我把 大家知道蔡總統是政策型的總統 他對這個都市再生 還有我所提的 我們在那個議題討論比較多 所以總統贊成你去讚科皮嗎 總統有回應嗎 就你的積極表達要參選 總統就是在跟我討論 總統就跟我討論 那個都市再生 都市再生 那他知道我的意願他那微笑 所以他有表達意見嗎 針對選舉的部分 我不能在這裡透露 所以總統的微笑是表示樂觀景 就是微笑 因為有一種說法說希望你可以不要選 有人這樣跟你說嗎 表達這樣的意見 沒有 沒有